7月13日 马斯克在特拉华州的一家法庭出庭 这已经是他连续第二天出庭为自己辩护 特斯拉的股东对他发起了一场诉讼 称他在收购太阳能公司Solar City的拉锯站中 为达收购目的进行了不正当的交易 Solar City是一家提供太阳能服务的公司 由马斯克的表兄弟创立 该公司也得到了马斯克的支持 交易发生时 他持有22%的股份 并且担任该公司的董事长 原告认为 马斯克利用其对特斯拉的控制权策划了这起收购 促使特斯拉出手拯救了处于破产边缘的Solar City 当完成收购的时候 马斯克成为了特斯拉和Solar City的最大股东 此举是否是将特斯拉股东的最佳利益放在优先位 而非为了马斯克的一己私利有待考证 特斯拉对Solar City的收购一直备受争议 此举甚至被指为对该公司的救助 毕竟这家公司已经苦苦挣扎了多年 演示中的太阳能屋顶本应是颠覆市场游戏规则的产品 然而在事实上并没有 马斯克曾经表示 收购这家公司是为了将其与特斯拉的绿色能源愿景整合在一起 但是马斯克作为当时持有22%的股份的Solar City主席 被怀疑有私心也是说得通的 马斯克的火箭公司SpaceX也持有Solar City的公司债券 如果Solar City破产了 SpaceX的债券也将一文不值